在欧洲完成地理大发现 唯一复兴宗教改革之后 欧洲又涌现了一个更伟大 更具史实性的变革 那就是近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让欧洲之前所有天翻地覆的改革 都显得暗淡无光 不管是地理大发现 还是宗教改革 还是唯一复兴 它们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面前 都像一种可有可无的插曲 从科学革命到工业革命 是欧洲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欧洲主线拉开了和世界其他文明的距离 西方学者认为 科学革命是欧洲自从 陕米特一神教出现以来 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一次思想变革 那么欧洲为什么会诞生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呢 学界有无数的研究 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理的 每个领域都有丰富的资料和角度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从思想层分析一下 欧洲这个屌词是如何实现大逆袭的 美国哲学家沃特金斯认为 近代欧洲科学革命 源于古希腊对神的观察和好奇 古希腊是多神教 他们认为某个神负责世界的某种秩序 比如太阳神阿波罗负责开着太阳车 每天从天空经过 青春女神阿弗洛迪特负责人的青春和美貌 世界的秩序是由古希腊著神庇护和掌管的 为了追寻这些神 古希腊人开始探求自然界的基本法则 但是因为古希腊时代研究方法的局限 科学家提出的假说基本上都是在跳大神 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 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先落地 这个观念一直到伽利烈时代才被推翻 古希腊人的假说虽然不靠谱 但是他们提出了一种划时代的观念 那就是世界是确定的 我们可以通过某种观测总结世界的规律 这种思想在唯一复兴后重新被欧洲人认知 它成为欧洲科学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 古希腊让人类的思维出现了重大转变 他们第一个真正理解到世界是可以被理性认知的 知识是可以通过系统观察获得的 在古希腊之前 人类不认为世界是可以被理性认知的 他们认为 认识自然需要神奇 需要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那种不是人类可以决定的 而古希腊改变了这种现状 他们认为 世界和宇宙有自己的秩序 他们并不依赖于某个神的意志和心情 古希腊人接线理性的力量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科学 数学 行日上学的雏形 而唯一复兴之后 这种思想再一次回归欧洲 对世界确定性的信念 又一次主导了人们的认知 1543年 科班尼出版了《关于太阳》的著作 1687年 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一场人类思想史上绝无皆有的科学革命 在牛顿之后开始轰轰烈烈的发生 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 在科学革命的飓风的席卷下 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被淘汰 牛顿的世界观被重新建立 一种朴素的渐进的精确的理性 取代了之前模糊的超自然的想象 但是现在很多人质疑 牛顿并不具备现代思想 因为牛顿不但痴迷于物理学和数学 他还长久沉迷于炼金术和神秘学 这些人的关键错误在于 他们认为牛顿晚年才变成了神棍 其实我们不止一次重申 牛顿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和有神论者 他通过论证自然界神圣的活动的规律 来证明世界和上帝的关系 牛顿对整个自然界奥秘的解释 其目的就是为了荣耀造物主 牛顿是打开欧洲科学革命的第一人 在一千年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后 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消逝之后 牛顿开启了一个时代 他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两种力量带到人间 从牛顿之后科学开始统治宇宙 科学成为一种权威的定义者 成为一种最后的凶亡 在科学革命中 哲学家培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认为信仰问题适合神学 但是自然问题有自己的规律 因此哲学必须摒弃神学回归到理性 他提倡通过系统的归纳法去观察和获取知识 他建立了现代的归纳法理论 推动了科学革命的发展 另外一个对科学革命做出巨大推动作用的 是近代哲学之父 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迪卡尔 迪卡尔的理性主义致力于反对泄氧 高于一切的中世纪泄氧观 他用知识替代了泄氧 用理性取代了非理性 用逻辑取代了权威 迪卡尔认为 理性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 迪卡尔对理性的推崇 引发了欧陆唯理论的诞生 深刻影响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 对理性的思考 自迪卡尔至现代 理性成为西方哲学的最高本质 同时迪卡尔在物理学 数学 机械学 解剖学等领域 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哲学层面 由于迪卡尔开创了理性主义 他被公认为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迪卡尔用深邃的思考 把人类从信仰时代 重新拉回到理性时代 他直接消解了 自奥古斯汀就开始的 信仰至上观念 构建了人类基于直觉和理性的认识论 哥伯尼 牛顿 培根 迪卡尔 这些人对欧洲科学革命的爆发 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他们直接引发了欧洲思想史上 最重大的一次变革 而科学革命又直接推动了 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 我们下期会谈一下工业革命的思想起源 我们下期会选择 那么bye 这些人作奠呢 这个旧分构